秀才出上帘,女府姑娘,下口大过上口,下帘更绝,讽刺意味十足,贴对帘吃饺子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习俗,对帘这种有趣的文体,不但宝学大卢愿意创作,就是普罗大众也都能吟诵一二,当然多数对帘都是极为喜性的,也有很多是言之言情,最后就要讲究技巧,诸如五行八卦,叠字拆字等等不宜而终,在清朝时就有一个秀才, 他对一对吕姓和徐姓的新婚夫妇极为厌恶,就在对方新婚当日出了一副对联,上帘是女府姑娘,下口大过上口,这就是典型的差子联,当然这名有才的秀才不会忘记写下联,而这一联更绝,直接将矛头对准徐姓新郎,语言讽刺意味十足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清朝康熙年间,江南一派盛世繁华, 这天是一余嫁娶的黄道吉日,天清云淡,秦怀和盼一户豪宅大院张灯结彩,高挂的门头上写着吕夫两个大字,原来是远近百里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吕元外招女婿的日子,吕元外虽然妻妾成群,然而却血脉稀薄,只有这一个女儿,因此只能是招上门女婿,吕元外把女儿结婚当作天大的事, 将吕府全部人马都动员起来,可谓是大操大办,黄土电道,从吕府门前一直扑到五里开外,然后是沿路的树木上高挂彩带,至于府门前更是请了一台戏班子畅念作答,府内上百章宴席一溜排开,山珍海味尽数百上,吕府大管家带着几个下人,在府门前迎宾,每逢来了重要的客人,他就会上前一拱手, 大人,您来了,里面请,随着他一挥手,一个下人就赶紧在前面带路,按照重要等级请进大堂或者是内院,一般的客人就没有这等待遇,便被吕管家随意的安排在外院的角落里,很快及时来到,新郎官披红带彩,新娘子投蒙红金,在私仪的指挥下,一拜天地,二拜高堂,夫妻对拜,然后送进了洞房,这是外面的宴席也就开始启动, 正当人们热火朝天猜拳吃酒的时候,一个秀才来到了吕府门前,也为秀才相当有文采,因而在当地是个名人,吕府的下人们认得他,看他到来就急忙上前说道,秀才公,您是来参加喜宴的,快快里面请,秀才设计而上,进入吕府后也为唐屋人太多,只给安排在了偏院,可是他并不生气,而是该吃吃,该喝喝,等到吃饱喝足后,他告诉下人, 请去告诉吕总管,秀才太穷,没有礼金,就写一幅对联相赠吧,听到汇报的吕总管也没有在意,也为吕府家大业大,才不在乎有人来白吃,他告诉下人,去给他准备笔墨纸验,让他写下来,如果写得好,就送给老爷,让老爷高兴高兴,很快吓人就铺纸颜末, 秀才脸红扑扑地走到桌前,右手拿起毛笔,辉豪写下上帘,吕府姑娘,下口大过上口,秀才写的时候,将那个吕字上下两个口字,特意写得比例悬殊,而且他还边写边打着九格说道,新娘子是不是很漂亮,围观的众人一听,刚才都看到了,吕园外这个女儿,确实挺漂亮的, 然后齐齐点头,认可了秀才的话,随后秀才接着说道,至于新郎官就更有意思了,然后他炸了战浓墨,挥笔一锁,写下十个大字,徐家公子,邪人多过证人,然后他哈哈一笑,挥了挥衣袖走出旅府,留下一众宾客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有的撇撇嘴,有的几几眼,有的鲜鲜眉,心照不宣的一笑,这才四散而去,也为在人们的心里,这幅对联,虽然看着眉毛, 可是怎么读起来怪怪的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显然这个场面,对于一个喜庆的婚礼而言,是不应该出现的,可是他却实实在在的出现了,这些宾客里,可不都是下里巴人,识文断字的不在少数,因此对于秀才的对联中的含义,很多人都心知肚明,只不过碍于旅园外的凶名,不敢言语罢了,旅园外的财富之多,固然是远近皆知,然而更让人诟病的是, 旅园外那贪婪无度的个性,以及阴险狡诈,无恶不作的习气,可以说好人递之不及,坏人也自存不如,就是靠着打架劫舍,以及坑蒙拐骗,旅园外这个年轻式的小混混,愣是在二十多年里,积累了别人几代都无法得到的财富,古语云饱满似言语,富贵须还乡,富甲义放的旅园外当然也不例外,于是他娶了十多房妻妾,想要多生几个儿子传承家业, 不曾料想,无论旅园外如何努力,也只有一个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女儿,然后就在没有了动静,这让旅园外分外恼火,在努力了若干年后,无法可想的旅园外就将所有的宠爱给了这个唯一的女儿,他让她随心所欲的完,根本没有任何规矩,没有礼仪廉耻教育, 结果,吕姑娘就在一种无拘无束,想啥必须得到啥的氛围里慢慢长大,最后可想而知,她性格中恶的成分不断增大,打人骂人成为常态,甚至是伤人杀人的事也干过, 当然在那个上下尊卑分明,下等人命如草芥的时代,她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,在家庭的保护下,吕小姐越发的放肆起来,最后青春正盛的吕姑娘,开始对异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。 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,青春期对异性爱慕无可厚非,然而吕姑娘的爱情却有些与众不同,她不是喜欢一个男孩,就与她爱恋,进而结婚生子,相反的,那些根本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, 她只知道她想要享受男人的奉承与追随,于是她终日里与不同的男人鬼混在一起,当她一旦抛弃耻辱之心,那就变得极为放荡,与这个男人相处几日, 与另一个男人私会数月,由于她毫不遮掩,以至于弄得远近皆知,很多人都晓得吕家大小姐是一个跃进男人的前卫女子。 就这样,吕家大小姐整日里玩的是昏天黑地,但是随着一天天长大,女儿结婚一世,就摆上了吕元外的议事日程,吕元外也知道女儿的名声很不好,简直是臭名远扬,但凡清白正直的人家是不会娶女儿为妻的, 此来想去,吕元外想起一大妙招,那就是来个财博动人心,她直接对外宣布,谁娶她的女儿,那就等同于入赘,不但不要一分彩礼,而且还倒贴一半的家产,所谓重赏之下必有永夫,虽然心性正直的人不会贪图这种意外之财,然而那些本身不正, 却有身家羞涩的无耻之辈,却有很多人动了心思,要知道那时候,很多人是笑贫不笑娼的,贫困足以让很多人忘记礼仪廉耻,得知还有这种好事,自然有些人想要凭此逾越龙门,做起一招报复的美梦, 由此可见,吕元外深谙人性至黑暗,她能够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,以金钱开路,愣是给臭名远洋的女儿镀上了一层金鞭,使得本来无人愿意问及,甚至是避之无恐不及的女儿, 硬是变成了某类人眼中的香波波,没人不断的踏上吕府的大门,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,一个姓徐的男子入了吕府姑娘的法眼,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徐家公子面目俊秀,身体强健,很是让吕家大小姐赏心悦目, 当然,这样一个外形俊朗的人之所以甘心上门当赘婿,是因为这个徐公子不但吃喝嫖赌无所不惊,而且已经是家徒四壁,也就是说, 他没有一点家产,甚至外面还欠着不少的赌债,他这种条件哪里还有资格去对吕府姑娘挑三拣四,只恨不得快些入坠,赶紧弄点钱花来缓解入不敷出的窘境, 于是一个多年花明远多的大小姐,一个吃喝嫖赌俱精的烂男人,两个男女一拍即合,相互倾心,准备结为夫妇, 吕原外是个极好面子的人,既然是昭旭,那就要大操大败,让远近相邻, 亲朋好友都看到吕家的实力,这样才被有面子,于是就有了张灯结彩,黄土电道的一幕,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,在这个大喜的日子,居然有这样一个秀才给写了一副对联, 而且是如此贴切,特别的形象,这个典型的差字连,其中的下口大过上口,表面上是吕字的字形, 实际影射吕是大小姐,生活作风豪放,私生活不检点,下连中的邪人多过正人,就更加有意思了, 表面上也来自徐字的字形,左面是两个邪邪的人字,而右面人字却是极为端正, 两个邪人,当然多过一个正人,可是,实际上却是暗讽,徐公子不是正人君子, 而是一个邪恶,不正的人,在这副对联中,秀才通过两人的姓氏, 将吕甫姑娘和徐家公子的本性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示,让很多人都感到暗暗解恨, 虽然他们往日里忌惮吕缘外的才是,然而却不能阻挡心中的正义之情, 可以说秀琛的对联,真正的说出了他们的心声, 人在做,天在看,在如何财大起粗,也无法阻止人们对正义的欺憾,对邪恶的鞭斥, 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引起您的共鸣和愉悦, 如果喜欢,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